这一周我们 难道是因为他们是打高端的超级爱国人士 所以他们要去日本游玩 我们纳税人就要帮他们买单吗 知道为什么高端疫苗的采购案 需要被封存30年 有没有谁可以告诉我们 这是什么样的机密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知道价格呢 相信打高端的人都是非常的爱国 所以一定要继续这样的支持 挺台湾下去 晚一点去出国也没关系 或者再重新打疫苗也不是问题 但是要让纳税人来替这些人买单 这样的事情是很难让人家接受的 要弱弱的问一句 高端这个公司到底是私营企业 还是国家的呢 为什么他出了状况 一定要我们纳税人来帮他买单 到底是凭了哪一条法律 在电视跟网络上面 看到了一些朋友 对于高端的这件事情呢 都有了一些的维持 要去日本 却要等了四个月以后 才能成行 要浪费这样的时间 让那一位妈妈非常的不能接受 有一位朋友呢 他是这样说的 那既然呢要促进观光业 又何必要去外国呢 应该要先促进台湾的观光业啊 所以他他也建议了 这些人呢 应该留在台湾旅游就好 台湾跟日本的关系是非常的友好 这是众所周知的 那为什么没有去努力 让我们的人民可以得到一些通关的礼遇呢 何况我们是要去促进别人的观光业 让他们有钱赚呢 那最后的时候 什么都没办法做 那也一定要补打疫苗 那就请听专家的建议 你看专家建议说 要打诺瓦瓦克斯 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参考一下哦 家人们愿一切都有最圆满的处理方式 请用喜悦的心 开心的手 帮我们按下订阅的按钮 这一周我们平静的小日子 Goodbye